看看新闻网 重52公斤 特征甜美优雅人称女神 感情状况单身 美丽智慧与一身优雅性感 当这些词都出现在一个女人的身上时 被封为女神也是理所应当 作为众人仰望的女神 她的感情生活格外令人好奇 女神你是外貌协会吗 以美丽著称的女人 对于男人的杀伤力自然是无比强大 但反过来这样的智灵 会否也希望找一个养眼的对象呢 前绯闻男友严成旭 被外界誉为这一方面的例证 听听女神自己怎么说呢 这样说好了 就是如果她也是外貌协会 她看我她也是看现在对不对 可是过三年我会变老啊 那我拿什么交换 对不对 就是不能把这个当作自己 好像一个资产来做一个交换 女神你要什么 04年出道林志玲在演艺圈 不知不觉也打拼了近十年 事业俨然蒸蒸日上 难道女神要走上女强人这条不归路 事业和感情到底哪个更重要呢 我大概从20岁开始就许愿是双胞胎 所以老天爷如果听了这么多年 应该有听到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我还是会觉得说 希望能够就是家庭 然后有小朋友这样子 那其他你说女孩子强不强也不那么重要 我觉得到此时此刻我觉得该得到的都满足 就无所求了 女神你为什么还是单身 不过向往了这么多年 在经历了严程序 邱世凯等绯闻之后 最终林志玲还是回到了单身的原点 世间好难千千万难道就没有你的菜 是什么阻导了你逐爱的脚步 然后你最后会发现 其实大家想要的都很简单 真的就是很纯粹的爱情 其实没有外界想象那么复杂 可是反而更困难 因为现在会能够怎么讲 能够想要approach或接近 然后想要真的和你更深入一步了解的 会越来越少 就是你能够交朋友 接触朋友的机会越来越少 女神你愿与我们分享爱吗 虽然谈起择偶的时候 林志玲背显大方 但在过往每次谈起自己的恋情时 林志玲却总是遮遮掩掩 从不正面回应 女神是假大方吗 为何不与我们坦诚相见 你说如果一人在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已经是分享给大家了 对 所以我觉得适度的保有自己的一点的空间 那是绝对必须的 如果您真的有恋情的话 是不是选择公开吗 我觉得会到结婚的时候吧 姓名刘德华 性别男 身高1米74 体重63公斤 感情状况已婚 育友义女 特征 帅气 勤奋 完美 与林志玲相比 刘德华的感情生活要神秘得多 纵横演艺圈30余年 除了早年和玉可星的恋情之外 刘德华的绯闻少到令人发指 在各路媒体和狗仔的持续关注下 能够维持这样的美誉度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刘天王自有妙招 男神 你为何零差评 分得蛮开的 然后我用一个非常非常诚恳的态度 去面对人家问任何的问题 因为我可以可以说的 我就说不可以说的 我就很坦白的跟他们说 不会让大家都来都去都来都去 我觉得带人家游花园是很难的 不好的习惯 男神 你敢说说女儿吗 尽管标榜诚恳 但实际上刘德华向公众 甚至深爱他的粉丝 谎报单身很多年 一直到2009年才公布婚讯 这件事情一度让刘德华的形象跌入谷底 直到2012年女儿刘向慧的出生 才有所缓和 不过女儿诞生之后 刘德华对有关家事 又恢复了低调 每次谈及 都是简单的三言两语 我只可以说我很幸福 有了他之后也幸福 更幸福 就这样 男神 你已经有小男神了吗 希望他越来 以后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好 然后再多生几个宝宝 然后现场有听说粉丝说 还希望您能再去再来 怎么看 对 我也说答应 我会啦 我会经历这样 自打有了小龙女 刘德华和是生二胎的问题 就成了焦点 近日有媒体爆料 47岁的朱丽倩 被传成功怀伤二胎 甚至夫妻二人 已经在新宅中 预留了婴儿房 不过男神对于这样的喜讯 似乎有些为难 我不敢回答这些问题 因为到真的有的时候 大家问我就不能不说了 如果现在我说没有 然后下一次有的时候 我就要说有了 那所以我就对这个网路上面的话题 我就没有很正面的去说了 请问在线上海报道